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國會山莊報引述了共和黨參議員陶恩的爆料 說拜登正被三個政治人物操控 而這三個人在背後搞垂簾聽證 而且陶恩還列舉了很多事例作為助證 第二宗消息 國務卿布林肯在發表外交政策演說的時候宣稱 他是不贊成再以代價高昂的軍事行動 去干預其他國家促進民主 就可以預視得到 其實緬甸的局勢都凍過水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國會山報的那篇爆料 實情爆料人就是參議員陶恩 陶恩來自南科他達州的選區 他也是共和黨在參議院的黨邊 所以說話就有差不多的份量 他就大爆 原來拜登正被三個人操控 那哪三個人在背後誰唸聽證 第一個 就是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第二個 就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 第三個 就是白宮幕僚長 克萊恩 據陶恩的透露 說他從曾經參與過會議的共和黨其他議員口中得知 白宮幕僚長克萊恩 就是這個三人幫之手 甚至連麥康羅爾的幕僚都形容 說克萊恩就應該被稱之為總理 暗奉他才是實際掌權的人 另外 共和黨人也作出了指控 說規模達到19,000億美元的疫情紓困方案 拜登堅持不肯縮減預算 正正就是這個克萊恩 在背後從中作緊 另外 來自緬恩州的參議員 柯林斯也踢爆 說拜登現在遭到了 克萊恩和舒默的雙重夾擊 動彈不得 而佩洛西 就帶領拜登朝著越來越左傾的方向前進 於是 很多共和黨人就認為 其實拜登的真正權力 已經被這三個人架空了 除此之外 他總統的大權也是旁落 在過去這個半月以來 副總統賀錦麗就多次越左代跑 無厘頭就代拜登和其他國家元首來通話 這件事 在很多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人士眼中 都顯得相當之不尋常 如果將賀錦麗加進去的三人幫當中 當然就可以稱之為四人幫 現在這個就是 美國的現代版四人幫 在較早前 賀錦麗就已經取代了拜登 和法國總統 馬克龍 以及加拿大總理 杜魯多是通話的 而去到今早 他更加和澳洲總理莫里森通話 這些完全超越了他作為副總統的權限 一般來說 要和外國元首通話 當然是由總統親力親為去做 什麼時候輪得到副總統才行 因為如果由副總統來代行 根本上就不對等 人家派出了國家元首 你就派出了國家副元首 你是低了一等 但是由於賀錦麗他是非常有權力 他就是潛越了權力 這些行為 某程度上也不符合禮節 如果你問我 到底拜登是否被三人幫 或者四人幫架空 我相信就是 因為拜登也很符合一個潛質 就是做傀儡 一來他就已經年紀相當老邁了 他的記憶力也是差强人意 只是看他在選舉之前 有一次做YouTube直播 他竟然還要依靠那些 手寫出來的報幕來看著照讀 當那個報幕員未曾揭去下一頁的時候 他竟然就拿著手 不斷在搖 不斷在搖 搖了幾秒鐘 被人拍下了這個醜態 當然更多的情況就是 他前言不對後語 他講完有些話 自己隔了一段時間已經忘記了 其次的就是 拜登由於他的行動力 就相當薄弱 面對著這些強者 在背後垂簾聽證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反抗的空間 或者是反抗的能力 一般推舉的人做傀儡 通常都會推舉一些容易受到操縱 拜登就很符合這個條件 再者就是 拜登的對華政策是時硬時遠的 當然他硬的時候 會承繼了部分 特朗普總統 時期的 政策 他有些措施其實到現在他都沒有撤走 但他有時候也是遠的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波動 相信就跟他背後垂簾聽證那幫人 角力緊 是不無關係 再加上還有一點 就是賀錦麗 試圖潛越權力的慾望 以及意圖 做得太過出位 是相當明顯的 當你拜登還在美國就任的時候 為什麼會由 賀錦麗代你出馬 走去跟其他國家元首通話 走去跟別人商討一些議題 你到底拜登自己在做什麼呢 就算你說要處理外交事務 或者是跟其他外國政要商談 你明明有一個對口單位就是國務院 你應該是派出布林肯跟那些人談 才對的嘛 怎麼會派出副總統呢 那個副總統現在就好像在做一個rehearsal 一個預演 給人一種感覺就是他在練習做總統 一上任的時候已經跟多國的元首去打招呼 拜登反而自己不做 但是拜登現在一來就身處在美國 二來他根本上就沒有一些重要任務在身 你只是說處於一個空閒的狀態 你也不去跟外國元首通話 那就完全是說不過去 所以共和黨參議院的黨邊 陶恩所說的這件事 我相信真確性都相當高 至於第二單消息 就是布林肯 在國務院就發表了外交政策演選 他就表明是不贊成 美國再以高昂的 軍事行動 來干預其他國家 以促進當地的民主 他還說 美國過往曾經用這一種的策略 或者是通過武力 去試圖推翻一些獨裁的政權 雖然意願是良好 但是並不奏效 而且還破壞了促進民主的明星 令到美國人民失去了信心 美國未來會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 即是以外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首先來說 特朗普總統就是一個傾向 以軍事手段以外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人 而且他的手段往往是會取得成功的 包括他是利用經濟的手段 利用制裁的手段 諸如此類 總之他就不傾向用軍事手段 但是 你布林肯現在說到 都不要用代價高昂的軍事行動去干預別人了 大家不要忘記 拜登登基的第一天 他就已經派兵去出戰敘利亞 而且最近還走去空襲 為什麼你一方面又會派兵去敘利亞呢 敘利亞到底有什麼急切性 要你一上任第一天就派兵去呢 說不說得通 反而現在緬甸 你美國就說 The world is watching 全世界都在注視 那你就只有一個望字 只有一個體字 你跟其他一般民眾有什麼分別 你只有一個體字嗎 原來是 但是你有出兵敘利亞 你出兵敘利亞 而對於緬甸的局勢 你只有一個體字 很多民眾就會質疑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落差 如果你說這件事 布林肯說 不再以高昂的軍事行動來干預其他國家 那你不應該出戰敘利亞 如果不是 你就有一個根本的邏輯矛盾存在了 即是說 你是搬了龍門 好了 緬甸現在的局勢發展成這樣 美國會做什麼行動來應對呢 相信就一定不會用軍事行動 因為你布林肯說這番說話 雖然你沒有點名說是在回應緬甸的局勢 但是現在誰都知道緬甸就是搞到天翻地覆 就是出現了軍事政變就是以獨裁取代民主 原來你那個取代就是這樣 現在大家很清晰 在這個外交政策演說當中 布林肯還提到有另外一些東西 他就說 中國是唯一擁有經濟 外交 軍事 和技術實力 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 構成嚴重挑戰的國家 他說這番說話就是告訴別人 他承認中國是有威脅的 這些就是打嘴炮 因為 在過去幾年 其實 無論特朗普或者蓬佩奧都說過是無數次的 另外 布林肯又強調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 以及就是跟世界其他地區重新接觸的必要性 他說這兩樣東西出來 無非就是要跟特朗普時期的外交政策 作出重大的區別 因為他們一直就指控 說特朗普是漠視了環保的議題 因為特朗普就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 拜登就決定重返 這個我們說過很多次 其實拜登這樣做 只會是撞送了美國的經濟發展 你就是犧牲了美國的能源業 你就是犧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 來去成就其他國家 但是這個犧牲到底能不能夠達到環保這個目的 是令人很有疑問的 因為當其他國家仍然是可以增牌的時候 就算你美國怎樣減牌 你減牌的效果 其實就是會被其他國家的增牌抵消了 另外他又說到要重新接觸其他的地區 你說這個其他地區 無非就是講歐洲 問題就是 到底 歐洲肯不肯理你拜登 其實你拜登已經多次 要求聯歐抗中 無論是法國或者是德國 他們顯然就不願意接受你這一套 他們不願意聽你的指揮 根本上你就是胸口說白話 反而拜登經常強調俄羅斯有威脅的時候 就變相推了一些國家去俄羅斯那邊 比如說印度 印度長期從俄羅斯扣入軍備 你強調俄羅斯就只會使美印的合作 是出現變數而已 而且特朗普也不是完全沒有跟外界接觸 他只不過是不願意再在聯合國 及其附屬組織的框架底下 去搞那些所謂國際參與 現在拜登又重返世衛組織 又重返人權理事會 那到底全世界的衛生情況是否改善了 全世界的人權狀況是否改善了 這些如果是經年累月有效的時候 一早已經搞定了很多議題 那為什麼現在還要重返這些委員會 當初特朗普退出是有他的原因 現在的原因是解決了沒有 比如說特朗普和蓬佩奧那時經常都說 就說他們要推動世衛組織的改革 你不改革的時候他就走 現在世衛組織都未曾改革 中國仍然在這個組織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而且這個影響力也是決定性的 當初美國說要找台灣 走去做世衛組織的觀察員都失敗了 因為不夠票 所以你現在拜登重返的時候 你就是被人吃著 所以這個什麼外交政策的演說 我覺得就沒什麼看頭 好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